作为一个物种 我们总是对动物群有一种特殊的见解 我们围绕着它们创造故事 狗是忠诚的 狮子是骄傲的象征 蛇是狡猾的等等 不过这些并不总是完全准确的 大家好,我是阿温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树哥改变你看法的动物真相 大石以兽给人的印象是软弱无力平静的动物 它们反应迟缓几乎是瞎子 而且听力很差 它们甚至连牙齿都没有 它们用舌头舔食最容易捕食的猎物 通常生活在南美洲和中美洲 然而它们的外表可能具有欺骗性 因为当它们被激怒时 这些巨大的野兽是很致命的 大石以兽成年后可以长到两米长 有4英寸长的锋利爪子 用来在羽球中觅食 也可以用这些爪子来自卫或杀死人类 2012年,一名巴西男子 被大石以兽残忍的攻击并导致重伤 这只看似温顺的动物 让这名男子的脖子上出现了瘀青 腿上有8处刺伤 手臂上也有2处生刺伤 虽然这些生物只是蚂蚁 但如果把它逼到绝境时 它可以把人撕成碎片 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 这种动物甚至可以击退 美洲狮或美洲豹 生活在南美丛林的生物 肯定不简单 仅仅是龙这个名字 就足以激发人类的恐惧 即使我们赋予这个称号的动物 实际上并不会飞行或喷火 巨大的有灵的野兽 是不同文化中伟大的历史神话中的怪物 所以一种生物必须是相当强硬的 才能获得这个称号 由于恐龙早已灭绝 科莫多龙作为地球上最大的蜥蜴 赢得了可怕的生育 但是尽管科莫多龙的体型巨大 它们可以长到三米长 但实际上 科莫多龙的咬合力 甚至比家猫的还要弱 没错 小猫咪确实比强大的科莫多龙 有更多的动力 事实上 如果科莫多龙试图用它的下颚 像鳄鱼那样咬碎猎物 它可能会粉碎自己的头骨 科莫多龙实际上是利用毒液捕杀猎物的 它可以吸释猎物的血液 使其流血不止 然后死于毒液感染 堪称是最审视的狩猎策略 在网上也有很多关于 科莫多龙秒杀猎物 嗜血 杀人如麻等等的传闻 但现实中 它并没有那么可怕 科莫多龙对人类根本不感兴趣 袋鼠是澳大利亚的代名词 以至于有些人可能只知道 袋鼠是这个地方的唯一信息 他们出现在国会上 代表该国的大多数著名运动队 都有袋鼠的身影 但当你了解到 袋鼠是致命的时候 他们可爱俏皮的标志性形象 就被打破了 由于袋鼠的尾巴强壮 平衡感极佳 上半身发达 全身的肌肉看起来战斗力爆表 这也让他们成为了天生的拳击高手 看似呆猛的袋鼠 实际上是暴力结霸 雄性袋鼠在交配季节时会变得非常凶狠 不仅会攻击同类 甚至还可以杀人 当他们被激怒时 就用爪子乱画和挥舞 然后用毁灭性的腿抓住敌人并踢他们 这腿的威力能达到759磅 很轻松就等粉碎骨头 尽管袋鼠外表很可爱 但他们是天生的拳王 毕竟袋鼠是统治澳洲大陆几十万年的物种 凶猛的死前鳄鱼和他们的鳄鱼同类令人毛骨悚然 他们可以用他们强大的下颚将猎物撕成碎片 他们被视为动物王国中最危险的捕食者 理所当然的 受到人们的敬畏和尊重 然而当到了交配季节的时候 他们会使用一种令人惊讶的可爱的交配技巧 他们会跳舞 雄性鳄鱼躺在水里 用人类听不到的频率拢起他的肚子 声波使鳄鱼的整个身体震动 从他背上的尖刺上射出微型的水泉 这就是原始的水舞 鳄鱼会表演这种浪漫的歌舞 直到雌性鳄鱼决定选择他们作为配偶 这就像一个童话故事 只不过他不是窗户下的王子 而是沼泽中的邪恶杀手 比特犬被大家赋予了一种不公平的刻板印象 既具有攻击性凶猛和危险 这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 从统计数据来看 比特犬并不比任何其他犬种更具有内在的攻击性 该犬种最初是为了斗狗而培育的 但我们都知道对人类友好 实际上是犬类最渴望的选择 很多人都倾向于指出 因比特犬受伤甚至死亡的统计数据 但这些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有更大的攻击性 比特犬的基因使他们的下颌力量比其他品种大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咬人时 结果通常会更痛苦 他们确实是更强大 但不是更暴力 所有的狗都是独立的个体 一只狗是否邪恶更多的是与主人有关系 而不是与品种有关 蚂蚁的力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它们的组织能力让我们惊叹 而它们的啃咬也会伤害我们 有些蚂蚁比其他蚂蚁更坏 但它们通常从有害的害虫到讨厌的攻击者不等 但是蚂蚁不仅仅是在地上辛勤劳作的女王 几个世纪以来 它们被用作重要的医疗工具 在缝合线和胶水被开发用于医疗用途之前 各种文明将利用蚂蚁强大的下颌 作为缝合伤口的缝合线 由于蚂蚁的下颌很像夹子 古代的医生意识到它们可能是有用的 它们会让蚂蚁夹住伤口 然后去掉身体 留下头部作为钉子来密封伤口 这一过程被认为 十一大约一万年前左右的南美和非洲 直到17世纪仍然很受欢迎 甚至有报道称 1890年在土耳其 还有人使用蚂蚁作为缝合线 这证明了蚂蚁不仅仅是轻微的刺激性物质 蚊子是许多夏日午后的破坏 它们在我们的耳朵旁嗡嗡作响 叮咬任何一块裸露的皮肤 并留下痒痒的疙瘩 几天后才会消退 昆虫作为一个群体 在这方面通常是一种刺激性的东西 但蚊子无疑是其中最糟糕的 它们是一种凡人的东西 但与世界上有牙的野兽相比 蚊子在杀死人的动物名单上 排名并不高 但事实上蚊子是连黄杀手 蚊子远不是一个简单的下午烦恼 它是这个动物王国最大的杀手 传播瘧疾 登革热 核西尼罗核病毒等致命疾病 它们的数量每年高达近300万只 使地球上任何其他生物的数量 都向心建筑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就帮我点赞分享 谢谢